我们这一锅牛骨头 68块8 足足有3斤 里面还包含8个鸭掌 在武汉小龙虾我已经做到巅峰了 很多人模仿我 我现在要给做牛骨头了 那以后还会有人模仿你 模仿不可怕 但是超越很难 武汉的小龙虾店竞争有多激烈 6月份还得热卖 牛骨头又上市了 小龙虾现在不卖了是吧 小龙虾依然要卖 因为客户还有需求 现在能卖多少一天 现在大概一天卖个一两百斤吧 这就是我们的牛骨头 你吃了我们的牛骨头 你别的家的就不想再吃了 老板有点吹牛 吹不吹牛你吃过就知道了 这锅多少钱 这锅68块8 三斤 里面还有8个鸭掌 够不我一个人吃 那绝对够了 这个老板是卷完小龙虾 卷牛骨头 左手一个鸭掌 右手一个牛骨头 这样吃会是什么味道 肉还挺多的啊 炖了一个香辣卤香味的啊 但是口感不一样 鸭掌是软糯口弹 牛骨头是带点嚼劲 牛肉香味够足 有大颗的牛肉 就肯定的非常贵 这锅60多块钱啊 就两个人吃的话 就刚刚可以把这个肉吃出来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 再来这涮菜退菜了 就更完美了